近日,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,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,就将快推进河北省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。 当2020年,医保支付方式改革,覆盖所有医疗机构及医疗服务方式,去介绍。 当2020年,医保支付方式改革,将覆盖国省所有医疗机构及医疗服务方式,建立常态化的谈怕协商机制,不便实施适应不同疾病、不同医疗服务方式、不同医疗机构、不同人群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,按项目付费比例明显下降。 医疗服务间管实现医疗队用和医疗质量双控制,我省将国务员文件中五项改革内容,企划为十项,增加了对医联体,中医疗服务,谈判协商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内容,一是实行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,对住院医疗服务。 主要按病种,按疾病诊诊断相关分组,按病种温植连触发付费,对长期住院,慢性被住院医疗服务安全预付费的,对付仪打包付费的复杂定律和门者备用,可按项目付费。 二是大力推行按病种付费,选择诊疗方案,出入院标准,临床路径明确,并发症与和病症少,诊疗技术成熟,质量可控且备用稳定的长腺病,多发并实行按病种付费。 三是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,逐步扩大利用范围,五是积极推进开展按病种分值点数发付费,鼓励不分式开展试点, 四是实在全省推广,七是建立健全一连起,家庭医生签约等医疗服务方式一保支付制度,推行总额管理,兼预奖励,合理超支分担支付方式。 八是建立健全谈判协商机制,合理确定一保支付标准和方式,持续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,严格按照已收定制,收支平衡,略有介续的原则编制收支预算。 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,实施意见提出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,推进实施医保大数据管理,发挥医保大数据功能,建立预告预警制度,建立健全监控讨和机制,强化医疗费用增长控制措施,建立健全医疗费用监控讨和机制,和消关信息公开机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